欢迎来到休斯顿好房网的机器 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29万8000美金的一个小房子 这个房子有2200多尺 它是2005年建的 然后呢 这个房子养房成本很低 它位于休斯顿Missouri City这个区域 这个区块呢 它离医术中心还是比较近的 然后仅挨着唐城的Riverstone这个小区 所以它的位置 其实就是华人非常中心的位置 稍微偏一丢丢的这个地方 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的好 29万8000美金 现在就让我们走近看一下 这个房子是红瓦的 就会感觉挺好看的整个房子 虽然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它里面的条高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走进来 挺喜庆的红瓦 就是很有非常传统的德州风情的感觉 走进来之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高挑的客厅 这种高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有一说一 这个房子好像有点暗 不是特别的亮堂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客厅的感觉 就有点暗 因为呢 这个房子的它的这个白叶窗这边 它有黑色纱窗 它这些地方 它做了那个黑色纱窗了 待会我们去外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我是觉得这黑色纱窗应该拆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可能本身不喜欢太亮的房子 那它整体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养房成本也是比较低 这个房子的养房成本一年的物业费是1307美金 它的地税是9769美金 那这个房子如果你买了出租的话呢 它每个月的租金大概就是在2500美金左右 然后呢 这套房子的橱柜什么的是没有换过的 就是比较普通的这种橱柜 这个台面也没有换过 应该是当年原装的 对 全部都是原装的 然后它这个地方就有点好像就是没有说非常的精致吧 好像以后是要花点钱的 烟道是有的 但是你看微波炉可能之后不是很好了 你看这个细节上都有点脏 然后它的这个台面也是一些地方都烫了 就有一些痕迹 这些痕迹都烫过了 但是这个房子确实它的报价比较低 只报了298千美金 也是由于它有些地方的细致程度并不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 它这边这些房间的储藏室在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也就是最多能放下洗衣机烘干机了 然后在洗衣房的旁边的门呢 就是去车库的 这是一个双车库的位置 就两个车库门这样的一个双车库的位置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 其实在一进门的地方呢 还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一个书房就在这边 那这个房间是地毯的 并且地毯上有一个很大的屋渍 那个屋渍应该也洗不掉了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肯定是也洗不掉了 颜料吧 对就是这些细节上好像就差一点 可是它墙面非常干净 墙面就像新刷的一样完全没有瑕疵 我们就往里走 在这边就是主卧 进主卧之前呢 先是一个客人的洗手间 这房子面积是多大来着 这个房子是2296尺 这边就是它的主卧 主卧也有点暗 因为它的窗户也是黑色的纱窗都做了 所以就把整个阳光有点挡住了 所以这房子其实应该把黑色的纱窗撤掉会比较好 它的这个卧室的调高其实也不是很高 就这样子但是它便宜啊29万8千美金还要什么自行车 对 就就就确实是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个房子的那个屋顶都换过了 这个房子屋顶是2020年那一年换的 所以大件上这房子花钱其实并不多 然后有按摩浴缸 居然还有按摩浴缸 对二十几万的房房还做了按摩浴缸 然后它的淋浴巾 像这个房子呢四个卧室两个半洗手间 它的占地有5236尺 自己住的话压力也很小 基本上就二十几万的小房子 你随便付点头款 基本上20%左右的头款就五万美金左右 对吧 五六万美金的样子 对 然后 没有还款可能也只有两千 对就很低 确实是就很划算的 出租也是很划算的 然后那这个就是地毯也不是很好了 可能以后是要花钱的 然后我们上来之后呢 就到了楼上的这个位置 楼上这是有一个活动室的 这个活动室的面积比较规整 做的还可以 墙上有一点点瑕疵 倒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房子的学区呢 是ABA 小学还不错 中学一般了 高中也还不错 是A类的学区 整个位置位于Missouri这边 就是一个很温馨的 自己住的一个小住宅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面积很大 但是地毯很脏 这个地毯肯定是洗不出来了 全部地上都是小孩子的那个燃料 哦 应该都是燃料 对 这个地毯 这个估计洗不出来 对 实地要换了 但就是因为报价很低嘛 就换个地毯 全屋整体全部都换 也就是 也就两千大块钱吧 这个房子比较小 两三千块钱的样子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卧室 其实也都是相辅相成的 它的报价比较低 然后它的这个状况就有些 有些地方就会差一点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套房子的报价 均价是129块钱一尺 哇 均价好低啊 对 很低啊 所以就是来拍一下这个房子 就是因为真的超级低的 而且这个房子其实朝向特别好 这个房子是做南朝北的 其实所以它刚才 我们不是看了说是客厅的窗户不亮吗 然后那个卧室的窗户也不亮 但其实那都是南向窗户 就是因为把那个黑色的纱窗打开 太亮了 所以它就给它弄成了黑色纱窗 每一个房间的地毯都不好 对 都有痕迹 对 就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去院子看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所谓的什么黑色纱窗 好好的一个超亮堂的房子 非谁放上一黑色纱窗 它去掉应该会亮很多的 对 我就是不喜欢这个黑色纱窗 这个房子的院子后面 是没有邻居的 所以私密性很好 没有很大的那种风水上的问题 打开 出来 然后它就是很方正的一个院子 然后内面没有邻居 而且我手指的这个方向是个南 南边 所以其实还是不错的 可是它有做硬化 大家看一下后面 对 外面没有邻居 你可以看一下 后面没东西 隔壁的狗狗在叫 然后它这个地方有硬化 但是没有那个padeo 坐上一个亭子 padeo更好一点 然后它的空调呢 其实也是比较新的 你看它现在的空调主机 就能看得出来就是比较新 不能说很新 相对新 相对新吧 中间应该是有换过的 这就是整个 它有柱子 它可能之前有过padeo 它以前可能架了padeo 后来是不是padeo比较旧了 它就拆掉了 有可能 对吧 所以它这些柱子 都可以再重新架上padeo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房子 用于出租投资或者自住 其实都是蛮好的选择 它的朝向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价格又保的这么低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套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加微信 或者给我打电话 联系我 我是休斯顿 好房网的机器 我们把具体的信息会写在下面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那就是黑砂窗 给黑砂窗一个特写 确实够黑